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感觉我非常的骄傲,非常的自豪 这位非常自豪,自己是中国人的选手叫张伟丽 是中国首位UFC世界格斗冠军 在张伟丽还没加入UFC国际赛事之前 张伟丽在国内赛事昆仑爵上,打出了14连胜的恐怖战绩 其中KO9次和降服4次,非常霸气的拼下 昆仑爵草量级和盈量级两条冠军金腰带 今天这场冠军未免战 张伟丽将对阵巴西名将艾林赛迪奥梅耶尔 艾林拥有高超的巴西柔术,出场时一脸沉稳 她是张伟丽在昆仑爵上,在比赛时间内唯一没能终结的对手 比赛开始后,双方没有试探,直接展开凶狠的相互拼拳 双方打得你来我往,互不相让 但张伟丽的拳腿组合攻势更加犀利,打得艾林节节败退 张伟丽乘胜追击,步步紧逼对手 艾林则改变战术,主动下前抱摔张伟丽,并把张伟丽顶到围龙上 伺机将张伟丽带入地面战当中 张伟丽哪能让她的计谋得逞 蹲起拳头猛锤艾林,再给艾林来上几击顶膝 艾林赶忙放开张伟丽,她还强势反击张伟丽 这下把张伟丽惹怒了 直接一击后手重拳,将艾林打晃了 没想到艾林这么抗揍 面对张伟丽的疯狂攻击 她还能死死缠住张伟丽 借机想发挥自己的巴西柔术 张伟丽也不是吃素的硬钢巴西选手 双方在龙边缠斗至本回合结束 第二回合一上来 张伟丽先是腿法开路 之后用拳法相结合 张伟丽变换莫测的拳腿组合 打得巴西选手不敢近身缠斗 张伟丽则步步紧逼对手 突然张伟丽一记强力扫腿 直接将对手踢倒 但这位巴西选手的战斗意志非常顽强 面对张伟丽一波又一波的攻击 她还是没有倒下 不得不说 张伟丽今天是碰到硬茶了 之后双方难舍难分的 在龙边缠斗至第二回合结束 第三回合一开始 双方马上相互拼拳 但张伟丽的拳法更好 多次有效命中对手 巴西选手见战力打不过张伟丽 马上爆摔张伟丽到地面 张伟丽早有准备 反身一记拿背 给爱琳来记裸脚 但还是让巴西柔术技术了得的爱琳 给挣脱了 之后双方回到战力拼拳中 张伟丽使出浑身解数 硬刚巴西选手 巴西选手就是屹立不倒 小编见过顽强的选手 没见过这样顽强的女选手 张伟丽也没放弃终结对手 还是非常努力地发起进攻 怎奈巴西选手 任性十足 就这样 两位勇士打满三回合 战斗至最后一刻 最终张伟丽不负中网 以点输优势 艰难地战胜了强悍的对手 不仅很好地捍卫了主场荣誉 更是打出了中国人英勇无畏的气势 为我骁勇善战的中国女将鼓掌